今天互联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钟昆的年轻女作家 把网络和文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为钟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她有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个人主业 文学天空 她觉得网络不仅仅给自己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 同时也让自己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看到钟昆的小说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分朴素 而见到钟昆是在一个优雅别致的小茶馆里 她觉得这种环境可以让思想充分放松 和她聊天 她的体会是文学创作给了她一个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而网络则让她结识了更多的朋友